关于这个话题啊我们继续往下讲讲到台湾有关的话题 近期呢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麻鹰九啊到中国大陆祭祖这样的一件事情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已经为大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这件事情不知道贺民先生还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很有补充啊就是再开始吧台湾把这个东西讲得神乎其神啊 说麻鹰九要去中国大陆的时候啊丁水强啊要出来接接人 我今天早上看了明天新闻台就讲丁水强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权力最大的一个常务副总理 那不要说是麻鹰九就是你一个国家领导人叫美国总统去中国 一个常务副总理阶级的可能性都比较低 何况呢马鹰九不是国家元首而是个退下来的元首 退下来的元首和这个还是有本质上的差别 如果是没有新加坡的这样一个会谈 如果说真的今天是国民长在执政 那么这个时候马鹰九总统或者是主席 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访问 那真的是具有一个颠覆性的一个进展 那现在马鹰九虽然也是一个破饼吧 他是第一个前任的总统 但是这个重要性和政治的分量根本不是一码煞 所以你用红帝塔用非常高的规格就觉得是不合适的 另外就是台湾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它的复杂性和微妙性就是说 绝大多数的民众 也就是本土化的民众 也就是有强烈的国族主义情感 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就是台湾 跟你这个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有什么关系 所以我昨天晚上12点到1点钟 我就突然想看一下马鹰九去中山林的接班的现场 蒋老师很悲哀 就是说你这个中华民国 现在是多少年啊112年了吧 我看马鹰九在上面签了一个字 112年有人说重大意义 就是在中国大陆第一次签上中华民国的国号 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很虚幻的历史嘛 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统治的时候也就是30多年 30多年相当长时间是被北洋军伐吧 对吧 然后又被日本鬼子对不对 侵略中国 然后又被共产党捣乱 那你中华民国没有在中国大陆真正有效统治了几年 对吧 你凡是在台湾已经统治了 不能说统治了 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70多年 而且创造了如此非凡的成就 创造了一个台湾的民主和自由化 那中国民国是在台湾呀 不是在这个中国大陆啊 你在这个时候前遭这种历史的渊源 我认为对于马英九个人来讲 我是非常能够理解 因为他就是一个中国大陆的人的一个后代 对吧 他的爸爸是红阳人还是乡唐人 他的妈妈是林响人 跟这个谁啊 跟这个 很多中共的元老的 这个元老啊 毛泽东的这个妻子和毛泽东的第一个情妇 还是什么啊 不是情妇啊 是女朋友啊 都是在一起读的书 好像是读的 周南宇宙嘛 是我很熟悉的一个学校 就是他有一种中国大陆的这种历史的情界 我能够理解个人的情界 然后国民党的这个传统 好像来自于呢 这个孙乐三 对吧 但是实际上孙乐三是代表了中国急于变革的一代人 这一代人到底是 把这个中国搞得更好还是更糟糕 这都是值得从学术上讨论的 马英九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没有多少的境界 还是在讲清朝腐败 我们要革命 那中国成的都是这样的 帝王将相拟有种福 我把它干掉就是因为它不行嘛 对不对 没有一个真正的对历史的基本的一种尊重和敬畏 人类的历史的这个过程中间 你不能用今天的标准 不能用革命的标准去衡量你的前朝 那么这个就是为未来的这种变动 其实满下来很糟糕的东西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本质上就是一个烂心烂地 就是一个革命党把中国没有搞得更好 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是把中国搞得更糟糕 那么在台湾搞得挺好 但是台湾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 国民党你这种大陆情节如果还不把它切掉 那你就会变成你在台湾的一个历史的包袱 因为你在台湾是要两千多万的民众来选举你 没有一个大陆人会选举你 对不对 所以你在这个时候你还跟中国大陆的情节彻彻 你说怎么会上啊 对不对 所以你要真正的杂根于台湾的民众 我就是一切以台湾民众的考虑为考虑 但是国民党有一个好处 它这种历史的情节 它比较引以和中国大陆进行某一种沟通 虽然是两个人仇恨比民进党和共产党仇恨大了 民进党和共产党有什么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啊 但是你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什么关系啊 就是你搞死我 我搞死你 那国民党当年杀下共产党那都哪去了 那共产党后来杀这个国民党都哪去了 但是这在那些那天还认为我们血肉相连 其实民进党也是血肉相连啊 你去查一下它的历史啊 真正台湾立国只有一个时间 就是中华民国 它没有知情 没有啊 它以前的省都不是啊 对不对 它以前是个府啊 对吧 甚至它连海南岛还不同啊 海南岛还有文豪流放这个海南岛了 你台湾流放什么 台湾在想象自己的历史的时候 它有它的局限性 但是这个都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今天台湾已经民主化了 你怎么去得到民众的这个支持 你不能靠美国 对吧 你像现在民进党过分的靠美国 国民党过分的靠大陆 确实都是某一种危险 因为你会把某一种危机来引进来 未必还能够保护到你 所以我昨天在节目里面讲一条就是说 国民党能够和中国大陆沟通 这是台湾的一个有利的资源 你不要滥用这个资源 民进党能够跟美国沟通 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 但是你不要滥用这个资源 如果你引进中国大陆来欺负台湾人 那你国民党在台湾就死了一条啊 但是反过来讲 你引进美国到台湾去 而我们跟台湾人跟大陆去战斗 你也是死了一条 所以台湾人怎么有智慧一点 在这个平衡中间找到安全 那么马英九来访问这个中国大陆 和蔡英文访问这个美国 实际上就是台湾人的某一种 某一种运气 就是说他们各自的政治光谱 有某一些这个偏离 而这种偏离是有利于他的平衡 但是要这个把握 从目前看起来 我认为这一次的访问除了这个形式主义的中山林 这些没什么意义的东西以外 有一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就是大陆把这个访问降到比较低 降到比较低的话呢 就是把它更强调是一种个人性的 学士访问个人性的一个建筑 然后一个两者之间的学生交流 其实这样一种交流 是有利于大陆和两岸的这种对立的关系 但是也不能太多地引入中国大陆的势力进入台湾 因为这会引起台湾民众的反感 以我对台湾的了解 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甚至更多的人 对中国大陆的这种警惕防备之心是非常之重的 那么防备之心非常重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你可以说是倒戴一世 有入手的一个心态 另外我们是中国大陆 最重要的是中国大陆表现这种霸道 统一的这种无所之一 好像不能质疑 变成一个好像 我不管是武力啊好和平啊好 反正我要捅你 没有一种真正的包容性 一个真正的强大的国家 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的国家 你应该不仅是对台湾 其实对周边国家 对所有的国家都应该采行的包容之心 在霸道方面有些东西还真不能说美国 真的不要 不要敌代化的处理这种关系 所以我希望这种交流 如果未来是蔡英文 这个总统 他下来了能够去中国大陆 去访问哪怕是去看一看 哪怕是去 因为蔡英文他是一个台湾少有的 大陆问题专家 他当过大陆 大陆委员会的这个主任 马英九就更加了 他年轻的时候就处理这个娘儿问题 我觉得马英九的这个访问 和蔡英文的访问 给明年的台湾总统选举 带来了某一种平衡的气息 而不要变成一个又撕裂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开始 我对他这个访问 我一直我不太理解 为什么他用这样一个结果眼上的 这个时间去访问 他是事先就安排好了没有办法改 还是因为他和这个蔡英文 对南美的这个拜访 然后回头要见美国 这个两个时间压的太近了 然后这就会给 台湾的民众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 我感觉啊 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感觉 我感觉台湾的国民党可能都恨死他了 现在 你感觉没有 我我我觉得 我觉得你看我看了两幅照片 一幅是说这个骂这个这个 马英九的说马英九就是有点卖国 那个意思啊 有一帮群众 还有一帮群众呢是支持马英九的 台湾打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横幅 说两岸是一家人怎么怎么样 你一看那个照片你马上就明白 台湾是怎么回事 支持马英九的全是老年人 那帮人全是老年人 然后这帮打着骂马英九的全是年轻人 你可想而知 台湾以后的未来是什么样 我感觉这个我不太了解 台湾内部会是什么样的 但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台湾的国民党可能肚子里 都把马英九给骂死了 说到这一点啊 这个这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啊 那么我呢是近期很有幸认识了一位 在美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 一个亚裔的律师 他有一个很有趣的背景 就是他家里啊 这个父亲和母亲 一位呢是台湾的原住民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大陆啊 留学生到美国的 一家人的关系非常的好啊 家里呢这个也是非常的和睦 但只有一个问题不能谈 两岸问题不能谈 所以后来呀 这个真是一谈问题 就要就要就是闹翻了 整个就是这个妻离子散了 这个家庭就就就就就戴不下去了 对后来呢家里人就约法三章 就是什么呢 不计足不探亲 不谈过去一切向前看 就让我想到这个神话故事里啊 说呢你就是一直往前走啊 这个神跟你说 你绝对绝对不能回头看 哎有的时候啊 人这个这个受不住诱惑啊 背后到底出现了什么呀 一回头看就变成了石头 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说到一路向前看呢 今天早上实际上 华尔街日报有一篇文章 引起了我的关注 这是华尔街日报和其他几家大媒体 对于美国人进行的一个叫做啊 美国价值的调查 调查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传统的我们认为 美国的立国价值啊 爱国服务宗教家庭等等等等 现在呢大家认为这些价值 对他重要的人百分比还有多少 结果就发现了从九十年代末期到现在啊 二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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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大家对于过去认为重要的价值 现在认为不重要的价值 这个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什么呢 是爱国 就是说传统让大家认为啊 美国是爱国的一个国家 我们大家对于谈起美国有很大的自豪感 但是现在认同这一点的 已经从过去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 这个党现在是到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下降比例最大的是什么呢 是年轻人类似的还有什么呢 认为家庭是重要价值的 认为社区服务是重要价值的 认为宗教是重要价值的 都有所下降 哎大家还认为的传统的美国价值 现在的年轻人比过去一代的人 认为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钱 所以啊是今天的下一个话题 咱们就谈一谈跟钱相关的阿里巴巴的问题 阿里巴巴呀这个之前呢大家是